美中貿易大戰激烈纏鬥 整整一年 如今美國總統川普說 該是戰稿一段落 上演大和解的時候了 美國政府本週傳出消息 支撐在兩大經濟強權的談判上 正接近最後階段 而且可能在3月下旬的 元首高峰會中 就會簽署協議 總統川普 reports out that the president as Sarah said is pushing for a trade deal in the hopes of fueling a rally Kayla Tal, she's at the White House with all things trade today good morning Kayla good morning Carl this is a dynamic that has been playing out behind the scenes for weeks at this point President Trump communicating to his advisors that he wants to enter the re-election season with the market surging and advisors agree that the argument that President Trump's economic agenda is working is harder if you don't have the market having risen if you don't have people the average voter feeling like their 401k is doing far better than it was just a few years ago 2018年12月 兩國元首在阿根廷會面時 同意暫時休兵三個月 將原定針對進口自中國大陸 價值2000億美元貨品 實施25%懲罰性關稅的措施 延後到3月1日實施 當地時間3月5日 美國商務部發出聲明 指出上述貨品仍然維持 原有10%的關稅稅率 不再進一步調高 相當於白紙黑字 確認了延長停戰期的計劃 中戰有譜 股市文訊果然大漲 不少經濟學家早就警告過 發動貿易戰損人不利己 逐經川普似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除了關稅壁壘 相當於變相對消費者課稅之外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川普打著美國優先旗幟 發動保護主義的努力 恐怕已經破功 撇開股市在2018年第四季 出現的崩跌不說 商務部最新的數據顯示 2018年美國對外貿易赤字 不降反升 12月3月份貿易赤字激增了18.8% 來到598億美元 卸下2008年10月以來的最大紀錄 拖累全年貿易赤字 惡化到6211億美元 同樣創下10年來最差的紀錄 其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赤字 在2018年增加了11.6% 佔上4198億美元 同樣成為歷史新高 中國大陸的貿易赤字激增了 也有其他份的貿易赤字激增了 也不知其他還在這裡 但坦白說 很多的他的政策 遵事進來的貿易赤字激增了 一年來的暴動物 彭博新闻调侃川普一向以关税人自豪 但是美国贸易赤字自他上任以来至今暴涨了1000亿美元 最在意的数字如此难看 这下子颜面无光的川普恐怕得改名为千亿人了 我们在货币的货币是有更多的货币 但我们会增加货币的货币是在货币的下方 但在这发展大幅上,它连向川普的目标 而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更加重的 而在这方面,我认为它更加重的 是更加重的货币 所以在一些方面,它是有点 counterintuitive 但我认为这一种反应的反应 因为我认为它是更加重的 因为我认为它更加重的 選舉考量希望儘速讓爭議落幕 然而這恐怕會讓貿易代表 萊特海澤等一干華府 鷹派人士感到為難 彭博分析提到 川普只要看到貨出具人進來 但是強硬派更想看到 中國大陸啟動結構性改革 在智慧財產上做出妥協 華府內部的拉鋸戰 也會是美中談判的變數 川普已經揚言 如果雙方沒有良好協議 那麼就會沒有協議 意思是倘若北京當局 無法信守承諾 他會在3月底 元首高峰會中 做出與河內川清會時 類似的舉動 上演中途走人的戲碼 而這將是北京當局 最不想要的結果 貨出事業 貨出事業 根據媒體報導 美中雙邊談判已在包括技術移轉 智慧財產權保護 非關稅壁壘 農業 服務業和匯率等六大方面 取得了實質性突破 而隨著協商進入倒數階段 華府聲稱只要北京當局履行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 同時大量進口美國商品等承諾 美方願意完全解除 對中國大陸貨品加徵的大部分 甚至全部的關稅 但是中國大陸則對美方 要求照單全收仍有疑慮 《華爾街日報》引述 美國駐華大使的話說 基於美中還需進一步縮小歧見 外界對於元首高峰會的期待 恐怕得暫時落空了